许多独居长者在过年期间要准备年夜饭很不容易 因此三支区公所也没和正会基金会送独老年菜 总共是捐出了94份的年菜 希望帮助这些独自在家过年的长辈们可以过好年 为了帮助独居长辈在农历新年有丰盛的团圆饭 正会慈善基金会为三支区的长辈带来94份的年菜 通过三支区公所要来送给三支区的独居老人 准备加热及时的料理盒 而区公所也带上了善心团体捐赠的物资 希望能够让独居长辈过一个好年 正会慈善基金会真的很感谢三支区公所的区长 还有全体同仁还有志工们一起协助 来圆满这个暖暖送爱心赠送年菜的活动 每一次的这个年结呢 我们都赠送年菜给独居老人 还有一些需要被关注的族群 真的很感谢 这个等于是一个爱心大接力 可以让我们赠送年菜 然后给需要的人 正会基金会执行长表示 许多独居长者在过年期间 要与家人团聚补义 一顿热热的年夜饭 可能又是更加的遥远 因此基金会每年都准备许多的年菜 透过区公所或是顺服单位 要来帮助这些独自在家过年的长辈 那今天我们是来跟他赠送年菜 及我们公所的一些的物资 他一个人住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公所也常常有来予以关怀 那今天那非常感谢 政府会慈善基金 能够发挥他的爱心 因为在这个年节 那这寒冷的冬天 能够赠送他年菜 那希望他过一个快快乐乐的一个过年 三支局长带着正会基金会 走访独居长辈家中 在公所同仁与基金会同仁的关怀陪伴之下 给予长辈们关怀与祝福 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健康丰盛的过年 也期待有更多社会大众 共同来关注弱势族群的议题 互相盛举 让独居弱势都衣食无缺 饮兴兴春 记者到平安三支采访报导